也好,欢迎收看3月1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旅会 花莲县113年同军节庆祝大会及同军联团活动 在花莲旅中举行 由花莲县同军会理事长蔡锦江主持担任指挥官 会中表扬各级优秀同军团队还有服务员也发扬同军的精神 更安排了同军才艺表演验收同军教育成效 花莲县13年同军节庆祝大会及同军联团活动 10日与花莲旅中盛大举行 活动由花莲县同军会理事长蔡锦江主持并担任指挥官 总计有420位包含高国中小等学子参与 活动除了安排同军才艺表演节目 致敬同军继右同军联团闯关挑战 还有同军活动成果展示 也安排永续地球村SDGS工作坊 今年九十几岁从来没有间断 长年以同一子军为伍 同军活动为伍 所以你都不为了 当然我的生活的规范 就是我们同军的名言诺言规律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 作为我的一个新闻的规范 在社会上面不要造成浪费 不要造成负担 能发多少光就发多少光 能发多久就发多久 这是我的忠实 祝我们的今年同军节大家快乐 明年我还可以成价 谢谢 看起来就是一年比一年好 那人数唯有增加 那在这种的气氛之下 改变了往年 人数往下降的情况 虽然维辅的成长也是我们一个 努力参考的一个指标 希望人数能慢慢的增加 来带动同军的一些活动 包括他的一些内容等等 我们希望参加的伙伴 从这个活动当中能够做到一些学习 自己学习也跟伙伴交伙伴学习 一些唯有的处事 书本上没有念到的 或者念不到的 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想只要你去珍惜它们 一天能够学到非常多的一些尝试知识 真敬自你等等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伙伴 他在一起来面诱 庆祝113年35童军节 表扬各级优秀童军及服务员 也展现童军教育活动成效 促进各级童军培养 及运用各种童军基本技能 期盼展现童军教育活动成效 培养青少年得志体军美健全发展 也借此鼓励尚未成立童军团的 各级学校造诗学生与家长 参与体验童军活动 记者蒋邦彦林区报导 词允个小节目 优独播剧场 颜色